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念的四个范畴 正念就是一直正念于某件事物 正念必须有个对象 正念的四种对象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心 以及我们心的对象 这四个范畴叫做四念柱 当正念的能量认知身体时 能帮我们回到身体 并关照身体 并关照身体 让身体放松 佛教 佛教称之为止息身形 对于身体 对于释放身体 反面的反面心态 如愤怒及绝望 以及潜藏的心态 如多思及懊悔 无论是什么样的心理行为 正念 正念 让我们的身体 正念让我们了解 他们为何生起 从何处生起 以及对我们身心的影响 借由专注及动静 我们能够注意 并享受愉悦情绪 同时 转化负面及不悦的情绪 如果是中性感受 借由正念 能将它转变为愉悦感受 例如 哑痛时 我们感到不舒服 我们会想 如果牙痛消失了 就会舒服愉快 但通常牙不痛时 我们只是有中性感受 并不会因为牙不痛 而觉得快乐 所以 当我们觉知 没有牙痛时 正念 将能帮助我们 改变中性感受 为幸福感 当镇年专注及动静的能量强大时 我们 我们能深入洞察时 并且能体验到绝大的自由 不再执着于忧虑 贪爱 尘恨 尘恨及绝望的感觉 佛陀及圣者们 获得了这种动静 获得了这种动静 并且得到最大的自由 即称为解脱 即称为解脱 正念 余生的练习 帮助我们 避免吸收毒素 它帮助我们 自在地 行走 站立 工作 及应对 进退 并提升 日常生活的品质 正念与感受的练习 帮助我们 认知当下的感觉 无论是愉悦的 不愉悦的 或是忠心的感觉 无论是愉悦的 不愉悦的 不愉悦的 也就是愉悦的 或是忠心的感觉 结由正念 我们能避开那些 陷自已写 紧张 焦虑及忧郁的事物 影像 声音及想法 如此便能阻止沮丧 受到这些毒素灌溉而蔓延 我们可以坐着或躺着练习 这种练习能带动身体自然地康复 如果我们以医学处方治疗身体 配合这种放松身体的方式 能帮助我们更快速康复 如果用正念的能量认知沮丧的症状 我们便有机会更深入地 查看沮丧的本质及根源 以便知道造成它的静音与原因 认知的意思 是我们能够深入到 那些心理行为的根源 清楚知道 它们的本质 并转化它们 永正年观照沮丧 并引导心去接触那些 能够照护和疗愈的清新现象 我们就能去除沮丧 当我们练习禅修时 我们也得到身心的解放与自由 虽然我们的自由 还称不上伟大 我们仍可以摆脱 许多错误的响应分别 及偏见 不再像以前 那么让地受苦 事实上 我们在生活的当下 有了很大的安详喜乐 传修的练习 尤其能帮助我们处理佛教所说的 内在心结 内在心结 即我指 这些束缚 让我们无法活在当下 内在心结 就是纠结在深层意识里的一些错觉 压抑 恐惧 及焦虑 会 会 束缚我们 并指使我们去做 说或想一些 事实上 我们并不真的想做 说或想的事 由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缺乏症见 并拨下 助长了 内在心结的种子 有十个主要的内在心结 贪爱 称恨 无名 自打 猜疑 执着身体为我 极端 极偏见 只取仪式典礼 贪求不朽 极贪求一切恒常 我们的健康和快乐 取决于我们转化这十个束缚的能力 当内在心形呈现时 正面的能量 能够认知他们 并深入观察 而让我们看见这些纠结的根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面与平和的心境 是禅修的目的 通过禅修 我们发现正念与专注 两者合在一起 即使心处于一种 不动和专注的状态 此时 心中没有冲突 没有散乱 时刻绝照 并安住于正道 禅修 帮助我们看到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依性 没有任何现象 任何人 能够无因自身 并独自存训 此一于彼 每一件事都是一于另一件而生起而存续 无我的意思是 没有一个独立横存的个体 一切事物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着 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无我 没有个别独立的自我 比如 父子并非完全分别独立的尸体 父亲存在于儿子 儿子也存在于父亲 儿子是父亲向未来的延续 父亲是儿子向根源的延续 儿子的快乐连接着父亲的快乐 如果父亲不快乐 儿子的快乐也不圆满 在正念禅修里 低自尊 高自尊 以及要将自己等同于别人的想法 都算是病 或者用佛教的话说 就是情节 这三种情节 都源于有个独立自我的想法 都是基于傲慢而生 优越的傲慢 低下的傲慢 等同的傲慢 从愤怒 嫉妒 嗔恨 羞辱 所生起的苦 只有在我们动见无我时 才能被完全转化 基于此 我们因而练习 禅修 疗愈 如果我们了解新的活动 则禅修练习 就变得容易了 当我的血液循环不良时 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同样的 当心形被压抑而不能循环时 身心疾病的症状就开始出现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停止压抑 让这些欲望 恐惧 虚辱等心形 有机会升起 被认知并转化 这可借由禅修发展 正念的能量 而做到 每天练习禅修 来产生正念 能帮助我们认知 并转化这些受苦的感觉 正念是智上的一种能力 单纯地认知 某个对象的存在 而不采取立场 不做评价 并且不贪爱 也不厌恶那个对象 有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不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日夜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公颂药师经祈福法会 恭请贵公法师主法 日期7月26日 星期三上午9点半到12点 公颂药师经祭佛前大贡 联络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地点佛教慈悲日夜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慈悲日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即佛学讲座 日期8月6日 星期日 上午9点 传授八观灾界 即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讲题阿弥陀佛48大月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洽寻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与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附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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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